女生做解雜的 就是做把酥卵管来盘起来 可能风险是比较高 是因为女生要做这样的话 一定要全麻 所以做这个手术的时候 会弄上别的器官 就是酥尿管 很多人就误会了解雜是严格 一到解雜的时候 整个脸就很苍白了 就是以为我会把两个搞完了割掉了 解雜只是把你的酥尽管跟你绑起来 那些理事都是说 如果酥尽管跟你绑了之后 那你是不是没有了性功 解雜之后你还可不可以设计 但又解雜了之后 那个液体射出来的呢 没有了 这是完全不对的一个概念 据一个正常的男生 射出来的精液 几乎有四到六毫升 百分之九十九 都是从前液先移出的 少部分呢 是从烤碗里面的那个精虫 精虫 进去那个精液里面 所以精液它的那个功能呢 只是一个滋润 给那个精子呢 一些游泳的一个液体 了解 一个解雜之后的男生呢 完全不会分辨 他解雜跟没解雜之前射出来的精液 第二样呢 就是解雜之后呢 你的国旗功能是否会做到的障碍 对对对对 那我们要想一下呢 那国旗功能呢 其实是由血管流畅才可以达到国旗功能 那只是苏精管 当苏精管绑起来呢 那血管呢 根本不会受到任何的影响 甚至有的人呢 他的那个性欲国旗功能更加好 对 可是会不会有人就是因为解雜过后 男性自尊上受到伤害 完全不会的 啊 就是很多人呢 以为男性的性欲跟雄风会打折空 这完全不会呢 因为男性的性欲呢 是由我们男生的雄技术来提高的 我们男性的雄技术呢 就是看个人的体质有多好 如果是向来都有运动 没有高悬崖 没有高悬滋 而且睡眠充足的话呢 你的那个雄技术呢 很足够 搞完了呢 那书经管有没有结雜的话呢 根本没有任何的分别 一个结雜手术 会不会有任何的后遗症 或者是引发任何的病发症 我们要看后遗的话呢 就要看短期或者是长期的后遗了 短期内的后遗的话呢 就是百分之二 假隐难 不是全程最卫生的地方吗 是 所以呢 如果是皮肤发炎 这个距离呢 可能是百分之一左右 所以我们要避免这问题的话呢 都有服用抗性质 另外一个小问题呢 就是如果这个 我们绑的位置呢 绑的不太紧的话呢 整个部位呢 有可能有点疼痛 如果这样的话呢 都是很短暂 不用一些消炎药呢 或者是止痛药呢 在二十四小时内内 都可以把这小问题处理好 会有人就是不适合做这类型的手术 如果一个患者有吃一些清血的药 做了手术之后呢 有流血的风险呢 可能病人要暂停一阵子 就是服用这清血的药 解释过后 精虫就会留在那边 睾丸还会继续产生精虫吗 睾丸呢 其实它产生精子的那个功能呢 根本没有受到评价 所以它是不会停的 精子 游去哪里 精子就累积在那边 如果是年纪比较近的 年少的时候呢 可能会有梦仪 不过年长的时候呢 没有梦仪这么屏蔽的话呢 那个精子呢 都是新生代谢的呢 被我们白雪球呢吸收起来的 如果是一个男生 然后改变主意 又要一个小朋友的话呢 我们也是很简单的方式呢 就是用个小针 去把那个隐囊的副膏那一边呢 跟你抽出来的精子 可以做人工受孕 人工受孕 这个是在结杂后 结杂后 我们有两个方式可以处理 一个方式呢 就把他结杂又在同场 还可以同场 对 这个呢 就没有单初结杂这么简单 因为这个手术呢 我们要用一个显微镜 加上呢 还要做全拔的一个手术 是因为呢 我们要很细心的 把这个三毫米的树井管 放跟它蒙回去 如果早一点做呢 例如在十到十五年左右的 距离的时间呢 那成功率是比较高 你会鼓励男性还是女性做结杂的 OK 我是泌尿的 当然都是鼓励男生呢 承担这个任务啦 对 不过呢 有几样原因啦 第一 女生做结杂的 就是做把树卵管来盘起来呢 风险是比较高 是因为女生要做这样的话呢 一定要全马 而且呢 这树卵管是在盘骨里面的一个器官 所以呢 会有伤口 而且我们要做一个松树 所以做这个松树的时候呢 会弄伤别的器官 就是树尿管 就是在树卵管的旁边 其他的器官 弄伤的机会距离是比较高 刚刚我们提到手术之后 是不是 手术之后 马上就不会有金虫 OK 那如果刚才我们提到呢 就是 如果是金虫 从这边传过来的话呢 在前列线呢 这边呢 就累积着等待射击 剩下来的话呢 最少要有三个月的时间呢 才会自然的消失 那我们在临床实验里面呢 就会显示 如果是射击二十一次以上 就说 剩下来的那个镜子呢 就可以完全清掉 所以呢 有的人是比较急性的 就要尽快不要再有安全措施的话呢 那就要射击很多次 要勤劳一下 所以呢 所以呢 我们鼓励病人一定要三个月之后 或者三个月以内呢 做了一个射击检查呢 那我们就可以确定呢 这个是没有再回头了 就是自然而然的不会 就是确保真的完全全装 对对 射击过度造成往后找线 嗯 有没有这种说法 射击过度呢 有两个问题 第一呢就是 三肾 就会造到肾衰 第二呢就是精进人往上 是 所以这些概念呢 是在西方的科学根据里面 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啊 其实早线呢跟射击 次数次数无关的 那我们达到新高潮呢 是在脑部里面的一些指数的那个水平 才可以知道呢 你什么 到什么程度的时候呢 才会有新高潮射击的 如果是一般男生呢 有早线 很普遍的就是在 呃 亚洲一代 可能是五个男生里面一个呢 会有面对早线的问题 早线呢就是 例如在一分钟以下 射击的话呢 这其实是脑部里面的一个指数的水平 是只要偏低 那有一些药物呢 会把这个指数的提高 提高了之后呢 就不会有早线的问题 呃 其实在都市生活里面 面对活起功能障碍的单子呢 可能都是体质是比较差 就是高血压 高血脂 高血糖 活起功能障碍呢 是心血管疾病的一个先兆 比如有心脏病啊 或者高血压 然后呢 或者是脑中风啊 所以呢 很多人呢 都以为是一个老化的问题 其实是身体的一个空灯征兆 对 好那今天我们也谢谢林勇业医生 为我们解答 关于男性结查跟男性保养之间的课题 还有解决我们非常多的迷思 谢谢林勇业医师 谢谢这个机会啊 谢谢觉得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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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